小时候最羡慕小新丰富的五岁人生 现在回过头 最羡慕的却是她幸福美满的家庭 小新小葵再还没出生前 就已经是天上的小天使 有权利选择所出生的家庭 妮妮家的精致 封肩家的富贵等等 但过多的选择让他们犹豫 天神过来提醒他们要快点决定 否则会无法在人间出生 小新随机挑选一家 发现这家人 竟然因为豆沙包放什么线这种问题吵架 小新第一个就把这家排除 我绝对不要到那种人家去 之后再次陷入犹豫当中 天神看不下去 决定给兄妹俩亲自下去体验的权利 小新提议要找一个有钱人家 玩具典型一应俱全 饭点就上顶级牛排 小葵最喜欢的闪亮亮也是应有尽有 兄妹俩越想越心动 化作一道光来到了封肩家 封肩妈妈有钱还温柔 小新如愿以偿享受到顶级牛排 小葵对满钻奶瓶表示爱不释手 晚上睡觉时两兄妹躺在床上 对一切都感到意犹未尽 可是转念一想 他们总觉得心里空荡荡缺了点什么 于是回到天上表示 应该也要体验一下庶民生活 天神提议那就吵架的那家 兄妹俩再次排除 他们来到了尼尼家 这里有父亲的陪伴兄妹俩很满意 可是在吃饭时 小新不经意对饭菜做了不好的评价 尼尼妈笑容当即消失 转身走进小房间 对着玩偶就是一阵胖揍 兄妹俩心惊胆战连夜跑回天上 天神表示理解 毕竟每个家庭都有不为人知的问题 但同时兄妹俩的亲自体验券已经用光 而且再不决定出生家庭 连在人间出生的权利都会消失 这是一阵笑声传来 是吵架那家传过来的 爸妈俩吵架快气消的一块 不会记仇 心里没有隔阂 充满幸福和爽朗的笑容打动了两兄妹 小欣最终选择了这个家 我决定要当这两个人的小儿 小葵 小葵爽快答应 临走前小欣嘱托妹妹晚点再来 先让哥哥去探探路 一阵气浪过后 小欣顺利降生在这个家 你们两个真的很感谢你们 出生在我们家 感觉他们和平常在家的样子不一样